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新仪器 可通过每周10分钟的脉冲电磁疗法 在3个月内加强年长者的肌肉力量 帮助他们恢复行动能力 未来或许能够为糖尿病患者提供进一步治疗 记者陈庆林报道 79岁的赵英和曾因深静脉血栓 引发臀部疼痛和腿部肿胀使行动受陷 看了中西医都没有改善 直到去年9月接受脉冲电磁疗法后 病情才有起色 每一个礼拜一次 四次以后我都觉得 我这个不痛了 脚好像比较轻弱 可以不用拐杖什么也可以走 现在我可以走那个小时 还有我可以骑小车 这很好 又爬了屋梯 共有101名年龄介于38岁至91岁的国人 参与这项临床试验 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参与者 骨骼肌肉在两个月后获得改善 85%的人行动能力也有所好转 现在我们在美国和香港的医疗研究 还有几个人在新加坡 我们有很强的指令 病毒是很兴奋的目标 所以在SGH 他们在预计是做一个 在医疗研究 则收费500元 公司希望接下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助 还有补贴 以便让更多人受益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庆林报道